过年走春哪些景点还没入您的口袋名单 欢迎许愿独家邀请台中女婿着冠亭及资深地培洪慈庸 带您走进中台湾 郭其良平常事忙趁着采访重温甜蜜时光 隐藏打卡景点旧社里两人拍不停 民众拿起手机狂自拍 网络行销站奏效 厚礼的隐藏产业 萨克斯邦 白荷花还有马 找到曝光点 至于王牌秘密武器石虎不能错过 两人还不惜搬出林家傲市长讲冷笑话 听说林市长最近很喜欢讲一个冷笑话 就是石虎的台语叫什么 酒后 酒后也是酒后就是祝福 不是酒后 市长现在每次到客场都讲这个 然后使用在下面都翻白眼 就是觉得很冷 好 为什么要四十五呢 讲正经的 背后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 我们让生态保育跟我们的活动 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经过彩绘后 旧社里焕然一新 而下一站夫妻俩会去哪里呢 下一站 Go 我们来到后丰铁马道 后丰铁马道随着花卜园区即将完工 吉祥物进驻添了点生气 来到旧山县改造成的铁马道 两人骑着协力车进入九号隧道 隧道里头车辆相互穿梭 而厘头来到了世外桃园 连接后里到丰园的花岗凉桥 桥墩的延伸还有绿圆道 芬多金的踏青之旅还得来些美食 祭祭武藏庙 炒面跟猪血汤这两样食物 是这个我们丰园跟厚里这边的 在地人的早餐 不要怀疑它就是早餐 过去这边是很多的一个农业 那很多的就是进餐的阿伯 他们需要很高的热量 在地人都知道吃炒面 一定要加甜辣酱 还要配碗嫩Q的猪血汤 老婆推荐老公品尝 不会太油 然后那个整个甜辣酱的那个 味道跟整个面是融合在一起 大家知道吗 其实我梦想当美食主持人 已经好紧人了 一日主持人特别推荐游客 猪血汤可是免费加汤喝不怕 九村行程白白款 怎么玩得对味 在地人的私房行程 可得笔记笔记 欢迎收看洪世成洪夕与蔡志玲 台中报导